先写个小demo OK啊 我先写demo 数组的基本操作大家的会对吧 我现在来一个for循环 我想给这个数组的每一位啊 我想给这个数组定为10位的数组 然后数组里面的每一位呢 我是不是录像了 对吧 数里面每一位哈 我都希望它变成一个function 然后function的作用呢 就是打印当前这位的索引 也就是说当前是第几位 就打印出第几位 然后我想把这个数组给返回出来 然后在外部接收 然后外部呢 来一个myAR 一个数组 等于这个test的执行结果 好 现在啊 咱看一下 这个myAR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个AR 这个AR里面填充了什么东西 循环 放循环一共循环了10圈对吧 循环了10圈 执行了10次这样的一个操作 每一次的操作是什么呢 比如第一次I是不是0 第一次I是0的话 就AR0等于一个function 第二次是不是1 就是1等于一个function 对吧 然后执行完之后 我会把AR从0到第9位 也说10位 的一个数量 每一位上 它都会变成一个函数值 能弄我意思吧 啊 万绪 啊 这会儿能不能理解 啊 就这个方形环 通过转了10圈 把这个数组的每一位都填充进去的一个函数 能弄我意思吧 这个函数的样子长的就是这样的 明白不 是不是没问题 啊 然后我统一的把这个数组返回了 也说数组是不是里面夹了10个 10个函数 对吧 10个函数 10个函数吧 这10个函数 因为这10个函数都没执行了吧 它是不是都长这样 我为了方便 所以才用于放循环去转10圈的吧 这块能不能弄 啊 小块 没问题吧 啊 你说 啊 我就这样 听我说 我就是想让这个数组里面填充10个函数 填充10个函数 并且把数组返回 我用什么方法填充的呢 我用了一个放循环 转了10圈 每一圈都往里填一个函数 比如他转第一圈 是不是这个I是0 数组第0位等于一个这样的函数 没问题吧 然后第二圈数是数组第一位等于一个这样的函数 OK吧 好 数组第一位 知道了哈 好 痛了 来 然后我把这个数组封了完了之后 把这个数组返回了 最快能弄吧 把这个数组返回了 返回了之后呢 是不是这个myarr myarray 它就是一个新的数组 和刚才那数组是一样的吧 这个myarray有没有长度 长度多少 长度是10吧 那我在外面写一个放行环 或者说我不写放行环 我想实现一个作用 就是我让他的每一位 是不是每一位都是函数啊 我让他的每一位我都想执行 我这块来写一吧 这块来写二吧 我是不是得写到九 这么写是不是挺麻烦 我拿一个放行环就执行了 行吧 过一个接等于0 接小约10 接++ 然后myarray 接执行 是不是10个还是都执行 执行完的结果应该是啥 0123689 是不是 对 0123689吧 是不是 对吧 加特别反过来了吗 对吧 0123689吧 那还说就这样的吗 对吧 十圈还是定一下十个嘛 其实结果呢 不尽人意对吧 结果这么看可能看不太出来 对吧 我看怎么来弄呢 到黑门点right的吧 我试试啊 我这么来弄 加一个空格是什么 加空格显然不来啊 那就documen.right吧 Document.right i加上一个小空格 为了看起来方便点啊 看结果是啥了吗 十个数 并且十个数呢 你要是全是9还算有良心对吧 全是10 看到结果了吧 再看看这个 能想清楚为啥呢 别考虑下面啊 下面一点毛病都没有 下面只是为了输出的 只是为了简化输出的 问题全在上面 是 哪里即执行了 乃达立即执行了 哪有立即执行符号 我最起码这么写一下才对吗 跟那没关系 跟立即执行一毛钱关系没有 闭包的事了 已经是闭包的事了 广西女孩呢 你叫什么名 正义连对吧 正义连 你叫正义伯对吧 义伯 正李下 立下 三个姓正的 算了我选择放弃不记 正什么连来 正义连 正义伯 正李下 正立下 哎呀行行行行 别纠结了 差不多就行了 咱考虑考虑问题啊 对啊 应该全是九 至少也得全是九嘛 对吧 全是十太没良心了 对吧 这数哪来的 这是 先先解决十的问题 为啥全是十 然后咱为什么全是这个数 先看看为什么是十 然后为什么全是十 但是你会把几乎执行 一遍才算得罪了吗 跟妹妹过来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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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海棠呢 对吧 哦 我知道了 你说 因为他那个 他不是最终到9 嗯 到9的时候他看那个9还是小学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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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 我明白我明白 他还是10 我明白我明白 对对对对对 说的没错 其他同学懂吗 一点茫然来听我说吧 首先啊咱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啊 这个方循环转了 这个方循环转了十圈 这个方循环转了十圈 是不是执行十次 对吧 执行十次是不是产生了十个函数 产生了十个彼此独立的函数 对吧 并且最后把这十个函数 是不是放到数组里面去了 放到数组里面去了之后 还把数组返回了 有时候这十个函数和那个test 都形成了一个B包对吧 是不是十对一的B包 既然是B包 那咱们要访问test里面 产生的变量的时候 访问的就是同一套吧 是不是访问就是同一套 test里面产生什么变量呢 产生了一个AR 又产生了一个I变量吧 就产生了I变量 你别看写到方循环里面 它是不是也是I变量 对吧 那这十个函数 在外部要访问这个I变量的时候 他们访问的是不是同一个I 对吧 就是你改我也变那种 对吧 就访问同一个I 那他访问的I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什么时候访问的 他是在test都执行完了之后 在下面这访问的吧 是不是前提已知条件 是test都执行完了 对吧 而test的执行完了这个I变成啥了到底 对吧 是不是变成10了 第一次I变 第一次I得0 然后转转转转转转 转到9的时候 I得9 是不是还小于10 还小于10 自己再做一下I++ 是变10了 变10之后 你看10不小于10 是不是终止这个循环 最后人结束的时候是I等于10吧 是不是只有等于10的时候 他才能结束 对吧 结束完了之后 好 把这个AR是不返回了 AR里面夹了10个函数对吧 这10个函数都是为了干嘛的 都是为了打印那个I的吧 这10个函数是不是都是为了打印I的 然后这10个函数在外部去访问那个I的时候 访问的都是10 那有同学 有同学可能有疑问了 他说 诚哥 你说你前面这一句啊 ARRI 你就说前面这一句这个I 是不是每一圈循环的时候 他都被套现了 啥套现了呢 第一圈循环的时候 这I是不是得0吧 我同意是得0 第二圈循环是不是得1吧 是得1 那同学说了 诚哥 前面他都变 后面不变吗 诚哥在第一次 你ARRI得0 是不是这个I也应该得0啊 第二次这变1 是不是应该也变1啊 是不可以这么想问题 但是不对 为啥不对呢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复制语句吧 把一个函数体 听说啊 把一个函数体 或者说把一个函数引用 付给这个数组的当前位 对吧 数组这个当前位是要马上被索取出来的 比如说数组现在是当前第几位 咱们就得知道吧 因为这是执行语句啊 数组是I的0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变成0 但是I的0跟你后面的函数体里面的内容有毛关系啊 这是不是函数体 函数体又不是现在执行 不是现在执行 你凭啥让人家现在这个语句变成现实的这个值啊 比如说他不是现在执行 是不是就是函数引用 函数引用 换句话说这应该是折叠起来的 系统都不知道里面写的是啥东西 在执行的时候 系统才会读里面的语句 能懂我意思吧 是不是现在人家这不是执行 就是把一个引用给抛进去了 对吧 所以你别看前面这块随着I的转换而变现 第一次0第二次1 后面这块根本就无动于衷 能懂我意思吧 后面这块根本就无动于衷 他得等到这个函数保存到外部之后 等他想去执行的时候 他才会考虑 I是什么 然后才去会找那个I的值 能明白我意思吧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能懂我帮我去 你用你学院呢 好 用你学院终于不懂了 来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来啊 放循环 首先呢 定义一个函数叫test test里面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第一行是定义一个数组 这没问题吧 第一行是定义一个空数组 这个放循环就是为了丰满这个空数组了 想让这个空数组里面添十条数据 每一条数据都是一个function ok吧 然后呢 我利用一个放循环去写的 I等于0 I小于10 I++去写 然后里面的语句是 A2I A2I就是随着放循环的变化 是不是I会变 第一次是0 第二次是1 然后是23456789 对吧 然后每一次它都等于一个全新的函数体 这个没问题吧 让AR0等于一个全新函数体 1等于一个全新函数体 对吧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把这个AR给你返回到外部 现在你把这十个函数体 都一起保存到了外部 对吧 然后在外部我们进行一个操作 我要分别执行这十个函数体 我就想看看这个函数体 执行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而函数体里面定义了什么语句呢 定义了document.write i 就是说我想打印出i的语句 那懂得意思吧 那为啥打印出都是10 你知道吧 为啥打印出都是10 因为这个i 因为他们回头在找i的时候 i是不是统一变成10了 你说 为什么打印出全新函数 好我明白了 最后才变成10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0.123.089 也就是说这个ARi等于这个方身 这里面 这个过程中 就是ARi在等于这个方身的过程中 是不是这个i就变成0了 然后这个 这块是不是0 这块变成1的话 是不是这块变成1了 对吧 好我再说一遍这会儿啊 这是一条复制语句 没错吧 这条复制语句 复制语句后面的是不是一个方身 叫函数 叫函数对吧 把一个函数放到这个 AR相远的位置里面去 对吧 ARi里面去 它其实程序能识别的过程 就是把一个函数体 给到你ARi 然后具体ARi i是几呢 可能第一次i是0 第二次i是1 第三次i是2 对吧 它会在这个过程 把这个i变成数去变现 能懂我意思吧 但是 你先听我说 先听我说 就是ARi 在前面这个ARi 随着这个方形环的变化 它会每次都变现的 第0位第一位 第二位遇到第9位 对吧 但是后面这个函数 它不会在意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系统在读这的时候 只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函数引用 它都不知道里面函数里面到底写的是啥 它也更不会去读里面那个ARi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一直ARi 就是一个神秘的数 等到什么时候这个ARi 才会被取出来呢 才会被真正去访问呢 等到外 等到外部 等到外部去执行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执行 在这执行的时候 它才会回头找 哎 刚才那个ARi是啥呀 但是在这执行的时候 这个ARi已经变成10了吧 为啥已经变成10了 因为整个函数已经执行完了 在这个放行环结束的时候 ARi就已经变成10了 而他们10个函数 还共用一个执行器上下文吧 是不共用一个TES执行器上下文 共用一个B包吧 是不是10对1的B包 对吧 所以他们在找那个ARi的时候 是不是变成了10个10 就会动点了吗 就是这一块啊 千万别认为 定义了 这块就变现 这块不变现 这块始终是个变量位置数 因为它没有在当前执行 它执行位置不在它定义位置 能懂意思吧 它是在这定义的 但是在这执行了 在这执行 它就在这索取那个值 在这在外部索取那个值的时候 那个值都变成了10了 已经都变成10了对吧 嗯 所以说才打印出10个10出来 OK吧 嗯 懂了 嗯 管系公元方面那个呢 不懂 哪块不懂 所以说 是按顺序来执行了 你说在哪执行 是不是在这执行的 嗯 是不是在这执行的 这个 它执行的顺序是这样执行的 然后 mrr0 执行 然后 123 4 这么来执行 对吧 试按顺序 但是你要知道 这10个函数 统一被保存到了外部 这10个函数里面的每一个函数 都和这个test 形成了一个B包吧 形成B包之后 他们都能用test的执行去上下文吧 对吧 testAO 对吧 test的AO里面定义了I 对吧 而他们要访问的 是不是也是那个I 那我问你在这块在执行 在第一个函数执行的时候 他访问的I应该是啥 他访问的I 是不是就是testAO里面的I testAO里面的I 现在变成啥了 已经 是不是变成10了 那第二个在访问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是10啊 为啥还是 因为I 这不同一个AO吗 这个放行环执行完之后 这个I已经都变成10了 OK吗 对对对对 不是在循环的时候 就变成就数了 这回都没有了吧 OK不 那成哥那以前那个 后面为什么就是 最后的 以前的放行环 以前的放行环当场就数数了 以前放行环当场就数数了 咱是不是这样 对吧 你当场就数数了 你也没保存到外部 你也没等着他在执行啊 10个10是问的是哪个问题 问的是10还是10个 为什么是10个呀 是保存数 是保存数是什么意思 啊 执行 就把AR保存到外部了是吧 它始终都是一个 它们要访问的是I I变量只有一个 I变量只有一个 只不过十个函数分别要访问这个I 十个函数分别在外部要访问同一个I 所以它们访问的十次结果都是十 OK吗 它们访问的十次结果都是十 这次懂了 就是在上面听说 在上面你不用看这条语句 这条语句不该在这块看 这条语句就是注释的 不该在这块看 这块这个语句就是一个 ARI等于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方式 等于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方式 在把值付回去是什么意思 你在这时候你不用看的 你不用看的 真正看里面的语句的是执行语句 在这的时候 它才会查里面到底是什么语句 这个时候才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语句 能懂我意思吧 对这个的时候它才想来 里面的是I是啥 它才会找那个I 那个时候那个I已经都变成十了 能懂我意思吧 是这么回事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千万别被它视觉所误了 不是说定义完了之后 它马上就去变现了 不是那时候变现的 能懂我意思吧 不是那时候变现的 这个好解释 这显然意见的这东西 这不用解释 这多简单啊 你看啊 这个就是个放循环 这是不是执行语句 叫console.log当前的I吧 放循环是一个啥过程 放循环是不是可以拆解 对吧 循环一次判断一次 执行一次判断一次 执行一次判断一次 第一次执行的是console.logI 然后打印出来了 然后判断 然后是I++ 然后判断I是否小律师啊 小律师的话再执行呗 它是立即执行啊 它是立马就执行啊 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它是立马就执行 你这块有什么 你说说你想法有什么不懂的 这块 就是 它不是那种 I有等于9的 对 I最后 它不是执行完再判断吗 对执行完再判断 咱说I等于9的 9的小于10 9的小于10 对 9的加价 对啊 9的加价 对啊 应该是0到10 谁说的 最后一次判断 你看啊 一副I就是 最后一次 咱是I得9的数行吗 I得9的数 I小于10吗 小于吧 小于是不是应该打印 打印啥 打印I吧 打印I是不是应该打印的 是9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自己又嘚瑟一下 I加价了对吧 I加价是不是I变成10了 I变成10了之后 就是I已经等于10了吧 然后 小于10吗 不小于了 不执行了 是最后 它等于10了 但是它不执行了 意乎不进去了 那它这个还不是属于 先执行 先判断在执行 是先判断在执行 它有个E服 E服I小于10的时候 它才能打印 Console的Log I 你不小于 你进不去啊 你I都变成10了 I还能小于10吗 不能小于10 所以你这句 是I最后变成10了 但你不会打印这个I的 但是你 所以说你在外部 如果你在这个 放径环的外部 你想看一下这个 你想看一下这个I 是多少的话 现在是多少 在外部能不能打印说10 在外部你看 是不是加一个10了 看到了吧 在这呢 加一个10了吧 就是在放径环执行完之后 这I肯定变成10 对吧 但是在执行中的时候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去了 你看这样 一个空放径环 再加外部 是不是10 对吧 这样是对的 OK没问题吧 行了 是不是都没问题了 同学们 都没问题了吧 这才是刚开始 以为这是结束了 是吧 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 听我说 这个问题 你必须弄懂 你别看这个问题 现在看起来复杂 日后 咱们在触发 一系列问题的时候 你都会按照 这个原型去触发 老师哥 我怎么会触发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同学们 听我说 以后你再编程 咱们学完事件之后 这个放径环里面 套函数 再保存到外部 太常见了 你写着写着 你很不自觉 就写出来了 这能弄我意思吗 你写着写着 就会不自觉的写出来 这种东西 是最高触发的 一个概率的东西 而且一触发 你不懂 就根本就解决不了 不对不对 装的是十个函数 真正它的是这样的 它装的是这样的函数 十个不同的 分别独立 但长得一样的函数 能弄我意思吧 十个不同相互独立 但长得一样的 没事不最后已经 你看1234第四行 那个方诺审 从长到到 到那个方诺审 你说数字 你说数字第四行 就是这有 哎呀 15到17行 15到17行 那个方诺审 在里面的函数 在它被定义的时候 咱们不看这个 固定的癌 对 所以当它执行的时候 我们才看 对 那以后就无论什么情况下 怎么就 对 它就是这样的 函数在定义的时候 你不用看函数里面的 什么东西 因为根本没有意义 它在执行的时候 你在找里面的变量 到底是啥 怎么上 怎么找它里面变量是啥 找它的 作用余链吗 对吧 找它的作用余链吗 它作用余链 不是拴着TES的AO吗 然后去找TESAO 对吧 完事了吧 同学们 这没问题了 完序述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你尿气了哈 先别着急尿气哈 这个问题 咱还没完事呢 咱讲这个问题 只是告诉你 怎么出发 接下来咱解决 我就想按照这个原型 输出0到9 而且听说 不能说 这块哪简单 第一行函数 立马就输出的 不行 我就要等到外部 我自己想输出 再输出 怎么解决 函数依然被保存到外部 但是保存到外部 我想执行的时候 输出的就是0到9 当然从里面下手了 从外面下手能行吗 外面你已经 你没法下手了 外面 你挨都已经变成10了 你咋下手呢 你除非 你在外部每个减 对吧 一个减 一点 减二 扯淡 毕包的问题 就要用毕包解决 想想现在为什么是10个10 其实毕包已经 毕包已经无可避免了 只要你把内部函数 你扔到外部来 这毕包必然形成 但是形成也分好的形成和不好的形成 这是属于不好的 10对1 10对1就是大家操作的东西都一样的吧 换句话说 咱们现在想要的不就是 这个函数啊 如果定义到这儿 就能被直接变现的话 是不是最好的 那第零次就是零 第一次就对应出来 是不是最好的 那你看看能不能变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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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利益之音函数的思路是对的 你想 咱为啥中间非得讲个利益之音函数 直接讲完B包不行吗 都痛快啊 还隔一下 你想想这个问题对吧 肯定得用它对吧 这回用一下 咱利益之音函数和函数是一样的 我在中间加一个例 你看好啊 我把刚才那东西可 可剪切掉了 我在这块加一层利益之音函数 把这个I呢 及时的传进来 这个I是不是相当于食餐了 是不是相当于食餐 在这里面 拿一个行餐对应的 拿街对应的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让这儿变成街 让这儿也变成街 这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咋解决 看不懂 看不懂 我跟你讲啊 利益之音函数 我放到放循环里面 是几个利益之音函数 是不是十个 转十圈不是十个吗 不是 是不是十个利益之音函数 是不是有十个利益之音函数 销毁不是从形态上销毁的 不是 不是你这转完一圈之后 刮着代码都没了 你知道吗 那也太吓人了吧 这个 不能是那样 是他执行过之后 他自己的引用销毁了 但这也是转了十圈 写到放循环里面 写到一个转十圈的放循环里面 就相当于你copy出十个出来 这是一样的道理 能懂我意思吗 他是执行了十圈 执行了十次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有几个 是不是十个 好 这也是十个函数吧 别管他执行完销毁 是不是十个函数 好 第一个函数怎么执行的 问的呀 是把i套进去了 i这时候必须得变现吧 这变成零 因为你都成十三了 你还不变现 对吧 是不是传进来了 传来之后 是不是这个接 第一个的接就是零了 然后这块对应的也应该是零了吧 这块这个变现吗 不变现 等着 对吧 但他是不是在数足低位等着 对吧 没关系 等你的吧 再来第二个例真函数 不是 我就是模拟一下 他循环执行的第二圈 梦想写的第二圈 就是在循环执行第二圈的时候 干嘛了 是不是i变成1了 也就是接变成1了吧 是不是这块变成1了 然后又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吧 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接还没法变现 对吧 只是说给它放到数足的第二位了吧 咱不往后接着写了 就当这个数足被保存到了外部 来听我说 就当这个数足被保存到了外部 然后紧接着在外部执行了 在外部执行的时候 执行第一个函数 他是不是要找接 他找的是谁的接 他找的是谁的接 这个接还是他们10个函数共用的吗 看啊 是不是形成了10个立即执行函数 每一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 包裹了一个被保存到外部的一个小函数吧 是不是这回变成了10个函数 对10个函数 也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了 一对一的关系 第一个函数在找接的时候 找的是第一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的接 第二个函数在找接的时候 找的是第二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的接 这回有10个接和的对应了 所以说这回这个接被每一圈是套了线的 它是不再变的了 每一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的接是不再变的了 所以到外部我们去找这个 Document.Write接的时候 找的就是它原本对应的那个接了 这就是吧 能不能看懂点 咱先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保存 0到9 0到9 咱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这个I和接的问题 对吧 I和接的问题 很简单 I是变的 I是变的 在第一圈 听我说 听我说 第一圈数I是不是0 I是不是0 I是不是被传进来了 传来之后 这个第一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的接是不是0 对吧 然后执行完了之后 这个函数是不是要被保存到外部的函数 它在立即执行函数里面出生 它就会站在立即执行函数的肩膀上 看世界吧 是不是 立即执行函数虽然说它完事被销毁 但是它的执行函数是不是依然被别人拿了呢 对吧 也说这个接等于0 你是不是放不了手 被谁拿着呢 被这个函数拿着吧 是不是它拿的是接等于0的接 对吧 紧接着这个立即执行函数白白了 进行循环的第二圈对吧 循环的第二圈是不是I等于1了 I等于1里面再来一个这个 是不是这块变成接变成1了 但是这个接变成1 这个立即执行函数是全新的一个吧 是不是跟刚才那没关系 全新的一个吧 然后里面这个函数所保存的立即执行函数 或者说所保存的这个 执行纱纹的集合 是不是站在这个立即执行函数肩膀上看到的 对吧 它会拿到这个接对吧 拿到依次类推 里面的每一个函数被保存到了这个AR里面的时候 它们对应的接都不同吧 是不是对应的接都不同 I只有唯一的一个 但是接它是随着执行 它是随着立即执行函数的数量而增加的吧 每一个立即执行函数里面都有唯一的一个接对吧 所以多少个立即执行函数都有多少个接 所以这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了 不是十对一吧 能懂我意思的吧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接就相当于被套现了吧 对吧 咱去上语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警察警察啊 可是这立即执行函数没有没有被执行吗 有被执行啊 听我说 不不不不错了 立即执行函数是读到它马上就会执行 在这儿它就会被执行 那么还是在那儿的标准能才就会执行吗 相互有个maiar 不不不 maiar maiar是调用的这个东西 外面的立即执行函数在放循环的时候它就会被执行 当这个i的值被执到了 每一次i的值都会被执到接的值上面 最后它找的是接的值 i还是使 你要打印i的话还是使 但是你打印的这回不是接吗 立即执行函数的意思是 这个放循环 在执行第一次放循环的时候 这个立即执行函数就会被执行 立即执行函数 就读到它马上就会执行 立即执行函数的意思是 会把里面的语句一条一条执行 但是这依然不是一条复制语句吗 它不依然是一条复制语句吗 它依然不会到那个时候就执行 立即执行函数只执行的 所以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语句 你还有一些其他 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立即执行的 但上面这个也是个复制语句 你没有资格要求这个函数立即执行 没有要求里面的函数立即执行 这不是这回事 这是一个B包的问题解决B包 执行完不是给它扯碎了 执行完是它的引用被别人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怕什么样 下面的方式还会被招待 下面的方式还会被招待 它里面的 这个立即执行含 包括两个方式 是包括两个方式 但是在它执行的过程中 这个AR是立即执行函数的吗 是test的对吧 它用人家test的AR 给人test的AR复制 把这个函数扔到了test里面 就是把这个函数扔到了这个AR里面 所以这个立即执行含 即使你执行完了之后 别人找不到你了 你原来里面有过的函数 也依然拿着你的引用的 有东西是吧 这就是个B包吗 对吧 这就是个B包 对吧 家同学懂了吗 这块 这个解题方法是 有且仅有一种的 解题方法 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解 能懂得是吧 10对1的B包 用10对10的B包来解 只能这种解法 能懂得是吧 只能这种解法 让它立马套现的 让立马套现 用这个东西中转一下 当一个中间层 所以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你想让这个数 比如说 以后会很多啊 比如说过不了多久 两三层课之后 三层课之后 比如说一件数 你写很容易就触发这种问题 本来你都忘了这事了 后来写一样不对劲 本来应该出了一种顺序的数字 然后出来的既不是顺序的 那个数也不是你想象到的数 你看怎么不对呢 就基本上就是B包 基本上就是B包 就这个东西 一定得记住 拱瓜烂熟了 背你也得背起来 怎么去触发 怎么去解决 必须得知道 能懂是吧 这个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执行一次不承认它吧 不承认什么意思 执行一次之后 它这个引用就被销毁了 对吧 对啊 是这样的 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比如说现在啊 现在是个例子型函数 这是一个例子型函数对吧 它实行完之后是被销毁 对吧 就是它的引用找不到了 就被销毁了 确实实实行完就没了 不能再次被调用它 如果我把它放到放循环里面啊 你就不能这么表象的看它了 对 对这个放循环 不不不不 放循环这样的啊 放循环控制的是执行次数 执行圈数 这个东西只是视觉上 它是一个利益执行函数 对吧 在第一次执行放循环的时候 第一圈它会执行这个利益执行函数 然后执行完之后利益被销毁 然后它会变为第二圈再去执行放循环里面的语句 也就是放循环里面的语句会被执行十次 这个写出来的只是语句 就利益执行函数执行完之后 不会说让程序连这个语句都看不到 这不是人写出来的东西吗 它不会把人写出来的东西都销毁 它不会这样 执行完一次之后直接把你代码上了 那不现实 对就相当于写了十个这个 就写了十个这个 你看就相当于这种环节 这个号行环转十圈 就相当于在里面写了十个利益净函数 十个彼此唯一不同的 十个唯一的彼此不同的这个利益净函数 每一圈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利益净函数 每一圈都产生一个新的利益净函数 有东西是吧 每一圈都是一个新的啊 这块数没问题了 好行吧 没问题咱先暂时下课是吧 下课你们回忆 请不吝点哨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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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